1個都不能死 嗨嗨 各位玩家們好 我要介紹這款遊戲叫做 一個都不能死 蝦米一個都不能死 這是什麼奇怪的遊戲 名稱 就讓我來為你們做介紹吧 那這是一款 極具挑戰性的敏捷小遊戲 那遊戲中呢 我們要同時控制多個火柴人 在不同的線條上面 讓他奔跑 而且呢還要躲避 就是很多的障礙物 那他一難度有 分成4個 模式 那現在最簡單的是普通嘛 我來玩給你們看 然後有4種人物可以選擇 玩法是這樣子 我們要 讓這些火柴人躲避這個障礙物 可是我們要同時兼顧這兩個 不能讓他 C 他玩起來很難喔 等你們 自己來玩玩看就知道了 好啦 覺得他要同時捏 阿我手又沒有那麼多 兩隻手一起看看 那 目前我自己玩呢 都沒有超過 大概都沒有超過 6秒 很快就死 翹翹了 阿呀 好啦 好啊 遊戲就是這樣子玩 操作是非常簡單 但是呢 就是非常容易 CQQ啦 就是要看 玩家你們 玩的技術如何 囉 那你們可以看到其他 還有三種模式 剛才那個就已經夠難了 那現在呢 我們點第二個惡夢看看 這個遊戲它最多啊 需要控制到五個火柴人喔 然後現在增加到三個 這根本沒有辦法超過五秒吧 除非你是跟你的朋友一起來玩 一個人玩的話 根本就 根本就沒辦法啊 好啦 那可能就是我太弱 說不定玩家們 你們其中有非常 非常厲害的高手 趕快來挑戰好嗎 另外呢 這個是最難的 我來 點進去來給你們看看 他到底有多難 一樣也是都是有四個英雄可以選擇 那我剛剛沒有想到 這兩個英雄的話呢 他是有鎖起來的 然後 你要完成上面這個指定的項目 才可以解鎖 好 我們換一個黃色的好了 看會比較lucky 五個 是不是非常刺激 大概一秒就死了 好 我用兩隻手試試看 一樣 沒辦法超過五秒 OK 殘念 這遊戲就是非常 真的是可以測試到我們的敏捷度 以及反應的速度啊 那有興趣的玩家們呢 你們就可以從我們的右下方的官方連結來下載喲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掰啦